中寮香港所在交通報公路總教的價位補助 加上我們到管政會協助之下 採抗一台全新的衣類伯書 並在十幾個地方會使用在民行公車的規範 改過中華客人在中寮停輸三條平安路線以後 民眾就學就已經上官的無方便 我們中寮民行公車開用儀式 在今天二十七號早上升大基板 來到現狀的鄉親 和京東在最新的公車 開心欣賞 有這個幸福馬數很好 讓這些村民很方便 非常感謝民眾幫我們保障 讓我們有這麼好的行程好走 分費以前入了一台販 這次又入了一台販 一台販我們就是要請家事 要請一天去巡迴 差不多一位都有四座 在學生去獨立 在一些人都要買菜 或是買東西 都要向他們奉獄賜到 中華客人在南中寮的三條文書路線 原本中會在十一月底結束 不過經過關府的這幾下條 新市交通部共同宗教的幸福巴士各位 是新公地到補助 買一台新的巴士 來提供免費的文書好務 解決民眾生活上的不便 彰化客運的原來的一個營運的西口證 已經即將要到齊 所以林縣長非常著急甚至於緊張 為了交通公車的一個銜接問題 所以努力了一個多月 終於獲得我們交通部公路總級 在整個提升公路運輸的一個經費計畫裡面 來爭取得到我們今天 構置這一輛林縣公車 今天中寮香港幸福巴士 我們總共補助了將近279萬元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透過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一起為我們的偏鄉地區的長輩 或是我們的學子或一般的民眾 能夠提供有幸福 有溫度的公共運輸服務 未來公車將會依順毀的方式 平常靠中華客運的路線來進行 但府官長也支出 會繼續討論未來英文的方向 希望我們滿足地方的訴求 這條線差不多